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一集的演後評 我們今天請來陳廣雄 廣雄來跟我們分享一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演出 就是一個街區漫遊的體驗 廣雄本身就是戲劇工作者,也是一位戲劇導師 今天邀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這個 其實不是在一個場地進行演出 但是他們用了一個耳機 將這個城市的空間變成我們的舞台 廣雄跟著大會提供的一個指示 由北角出發先聽了一個叫島嶼少年的聲音 然後就一起去牛棚去看《世言書》這個作品 廣雄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當日的一個路線和經驗 讓我們未必有機會看到的觀眾知道一下 你當日的身體經驗和感受是如何 大家好,我是廣雄 我當日參加了牛棚氣候室 他們舉辦的一個誓言書的活動 當日我在北角碼頭出發 我就坐船,然後搭了大概15分鐘的船程 就去到九龍城碼頭 在這個船的過程裏面 就聽了一段錄音 主要的內容是講述在沿途海岸線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去看一些海旁的建築物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裏 誰而設立他們 設立這些建築物的目的是怎樣 我們透過一個比較抽離的角度 去聆聽這些錄音的內容 我會覺得是這個演出的一個準備 準備你怎樣去吸收這次的經驗 我自己聽的時候就會覺得很享受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看一些海面 如果你沒有戴耳機的時候 你一聽,平時海浪就是海浪 但是當你連一些他們表達的內容的時候 去看一些海浪 或者看一些城市的景物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樣東西好像 暫時離開了本身的那個狀態這樣 即是海浪已經不是成為海浪 好像你發了一場夢 好像成為你的潛意識 去看到 因為眼前這些景物 去想像到另外一些東西 是的 譬如我們很記得 他們用一個好像葛金 他們用一支筆去比喻 這個葛金 這支筆其實是誰想去這個城市 如果城市是一張紙 這支筆這樣插進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想在這個城市上輸寫什麼呢? 而誰有這個權力去輸寫呢?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讓我們進入這個故事的內容 嗯 然後你就進入了一個 因為那個故事呢 其實在講的島嶼少年 都是一個和未來有關的故事 但是後面的部分呢 其實是講一些歷史的 兩者之間似乎對你來說 前面那個部分的一個預備 都幫到你去進入誓言書的部分 是不是? 是啊 因為我會這樣 就會知道 我要聽的時候 要看的時候 我不是純粹依賴我眼前看到的東西 嗯 我是要把我耳朵聽到 眼前看到 身體感受得到的東西 三樣東西集合在一起 那是這次表演 這次節目的一個 想去觀眾吸收到的內容 嗯 那去到牛棚之後呢 都幾多路線我們要跟隨的 因為我們差不多走了 一個小時有多 那講和你那天的身體狀態是如何呢? 以及路面上的狀況 可不可以和我們都 簡述一下 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當日的感受是怎樣的? 我那天是 星期日的大概四點 開始在牛棚裡走 那我那天就會 首先在牛棚裡出發 然後穿過牛棚後面的 一個牛棚藝術公園 那我自己呢 就是我經常去牛棚裡排練 或者工作看演出 我沒有去過後面的牛棚藝術公園 那我一直聽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講 台灣的一些歷史事件的內容 那我就會期待 咦? 在公園裡會不會有些演員出來演戲 這樣做回耳機裡面的內容 去給我們看看呢? 那又沒有 那又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接著一直這樣走 然後經過這個東九龍走廊 我們穿過那條天橋的 那其實呢 平時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機會 走那條天橋的 沒有東西的時候 那你見到的時候 那些車呢 在你自己的腳板下面 一路穿過的時候 那你會覺得 哇 很神奇這個異象 然後連了一些聲音 這個是一個很新的經驗 那一路穿過那個東九龍的天橋 然後呢 去過這個新山道 接著就是龍浦道 就是天光道 那原同呢 就會經過一間小學 然後還有一個協恩中學的 那在錄音的內容呢 就會說著 有時候會說著台灣的一些校歌 一些學校的教育場景 然後去 我們會很容易扣連到 其實學校這個場景 是比我們 什麼感覺 什麼身體的經驗 那我就會想起 自己以前讀學校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辛苦的 那時候好像被人困住 一天八個小時在裡面 是的 被人安排好時間 安排好你的空間 然後你的身體 很有規範 是的 那這些都會幫我們進入 他繼續想帶出來的內容 嗯 是的 然後 請說 繼續 然後我們去到協恩中學 協恩中學 就是一間很出名的學校 其實他們是訴訟了一班 怎樣的學生呢 用什麼方法呢 而這班學生其實 將來會怎樣呢 他們會怎樣在這個城市生活 怎樣影響這個城市呢 這些都會引起我們這個參與者的反思 那跟著一路去經過這個 慢慢走山走上 就會開始進入他們一個比較主題 比較主題的一個內容 就是一個台灣的一些 囚禁事件 然後一些 一些當時的罪犯的遺書 那他們在表達當時自己在 在監獄裡面的情況 而我們身體的經驗呢 我們剛好是上山上斜路的 那我越走越熱的 那我當日呢 就穿了一件長袖 然後我裡面穿背心 那我脫了一件長袖 一直在聽 一直走上去 因為那個 就是我們外在的環境是很舒服的 很多花草啊 那些空氣很清新 但是你耳朵裡面聽的內容呢 就其實很壓迫的 很壓抑 那好像很沒有自由那樣 但是我們現在去進入別人的經驗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嗯嗯嗯 我很同意你這個說法 但是我們的視覺上呢 又有一些情況 當然我也知道 就可能團隊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譬如剛剛走著 剛剛講紅 又講到小學那一段呢 我自己剛剛走 和聽 是那個經驗 是 那個是match的 是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自己那個感受 都特別有記得了 但是有些時候都難免的 因為 有一些不同的聲音的落差 和視覺上的落差呢 有時候我覺得對於觀眾 都幾有挑戰性 就是你怎樣去想像 和代入那個事件 在現在這個我們身處的地方 以至是其實 我們又了不了解那個傷痛呢 那我不知道 對港紅來說 這個落差 你那天的情況 會不會比我嚴重呢 還是其實可能 你自己可以聯想到一些部分 令那個代入更加 可以感受深刻一點呢 想像的部分呢 對於我來說是不陌生的 因為呢 我們的工作呢 經常要接觸想像這件事 我覺得它正正這個活動呢 就帶出一個很重要的 在表演上 或者在戲劇演出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 究竟我們看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們聽的東西 要好像寫實表演一樣 一模一樣 嗯 那他們這次是刻意把它分開的 你耳朵聽的內容呢 和你眼睛看到的 是不是一樣的 嗯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 譬如平時進入劇場 看的經驗呢 很不同的 哦 劇場是要真的 劇場呢 要講的那句 感受那句情感 全部都是統一的 這次不是的 它擺明就是告訴你 我們是分開的 但是觀眾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去跨越那個想像的這條橋梁呢 嗯 我只是覺得他們是成功做到的 在我的經驗裡面 嗯 因為很容易將它一個政治事件的一個 罪犯的壓迫 然後和自己在香港一些 生存生活的空間呢 扣連在一起 嗯 我們經過一些學校啊 經過一些 住宅啊 嗯 有一些很高級的住宅 有一些比較平民式的住宅 那會感覺到呢 那個在裡面那個 那個權力不公平的那個現象 都會充斥著在我們身體的環境裡面 嗯嗯嗯 其實我們那天呢 都聽那個聲音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狀況 就是其實聽那個敘事呢 它不是一個很有戲劇性的敘事來的 正如你剛才說的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抽離的方法去處理這個事件 那所以我們聽那段歷史的時候呢 其實聲音的表演性 或者是演員本身去演繹這些故事的時候呢 都不是特別非常之強烈的那種的戲劇感 那我不知道對於你來說 就是這一種比較抽離的演繹在聲音上面 其實是不是會更加有效地讓你去 在這個形式上 會進入到個故事呢 這一種這樣比較抽離一點的聲音的演繹呢 嗯 我覺得聲音方面呢 譬如他們演員呢 是一個比較抽離的角度呢 去表達的內容 就是它不是在一個第一身 我就是那個被人受害的角色 然後去演繹的 它是一個看回這件事呢 去觀察這件事 希望我們觀眾呢 好像是它這樣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的感受去看回的 嗯 而且在聲音方面呢 顯人的聲音呢 也很幫助我們去感受整件事的氛圍 然後與一段的一些轉接 是怎樣去流暢的進行 那我自己覺得它這樣的意圖呢 是 因為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好像那些廣播劇那樣 突然之間有A的角色 或者B的角色出現這樣說 這樣好像又不是很對的 因為我們的身體是在經歷一些其他的環境 是 視覺上在看這些其他東西 而它在抽離的角度呢 它會告訴我們 你不要那麼進入故事 我們要保持清醒 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那個戲劇 我們經常看戲劇 戲劇去影響自己的心情 或者感受 我們要保持清醒去思考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發生什麼事 什麼人去令到這些事發生 而影響我們的環境呢 我覺得是這樣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 我同意 因為這個也契合著去到尾聲的時候 其實那個 我們上到那個 何文田的配水庫 一大片的草地 也有一些 氣球的簡單的裝置 那我去到最 因為我那天很有趣地 剛好有兩個小朋友 在氣球附近玩 所以其實這個特別的意象 又令我一個小朋友的 作為一個總結 我覺得在那天有一個很新鮮的視點出現了 因為其實港湖和我看的場次不一樣 所以你那天應該有另外一些的 應該有另外一些的畫面出現 這個也是看這一類型的 漫遊式的劇場的時候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大家的感受和經驗都很不同的 是不是? 你那天應該就比較 沒有這個狀況出現了 應該 不是啊 我那天更誇張 更誇張 譬如那個球場是一個草地來的 那些人在玩地球 那些人在玩地球 那些球是一班人的 那些球就飛來飛去 其實有危險 那球很硬 那我們又要站在中間 打斷了人家那個 本身人家玩得很開心的場景 那我們作為觀眾 糟了 進不進去好 但是好像那個領紅帶領我們進去 然後我們照進去 那些人在打球 那些人就很驚訝 那些人做什麼 我們在打球 是啊 他們都先停了一會 那我們就自己一邊看 然後看那個白色的氣球 這樣放上天空 是啊 那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是 我們聽完一個又一個故事 彷彿呢 好像在幫一些已經勢去的人 去開放 是 因為我們聽到他的一個 他覺得最想說給別人聽的內容 嗯 那我們就接收得到了 嗯 而呢 他選一個水庫 那個地方是空曠的 嗯 跟那個 一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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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情緒 是扣連到的 嗯 我覺得是 最後是一個完整的經驗 是 是 配合了一些城市的環境 這樣 是 我也同意這個 雖然你那個人是 打球的情況 都幾 幾激烈 是 是 因為他最後 其實那個儀式感都強的 是 氣球的升上去 就 就是當然有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 意象出現 那也都有 就是最後 也有一個部分 是給觀眾留念的 這個 物件 是 所以這個 經驗 我覺得對於 我們來講 就是 不同的觀眾去進入 或者去想像 其實都多多少少去 就是 呼應剛才阿港雄說的 就是 大家怎樣去 再思考 就是 自己和這個故事之間的關係 那我覺得 這件事都是 現在我們 就是 很多時候看這個作品 這一類型的作品 或者這個時間 香港的作品的時候 大家都帶著很多不同的想像 和期望 那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 挺有趣的交流 因為這個作品 其實就融合了 台灣的劇場工作者 和香港的工作者的交流經驗 那 期望著 這一類型漫遊者的劇場 也是 可以在疫情過後 有更多的嘗試 因為之前可能 有很多不同的限聚情況 都會影響著 我們去創作這一類型的 這類這樣的作品 那今天很多謝 我們會和我們分享這個 這麼特別的 前進進氣的工作坊的作品 那我們下一集的演後評 再和大家交流另外一個作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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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